好,接著要來示範 當我們把自己的 私人金要備份完之後,要怎麼樣進行匯入的動作呢?所以我們首先選擇file 那這邊有一個import,點下去 那找到你放鑰匙的地方 那記得我們自己備份的是私人的鑰匙,所以是我們自己建立的私人的鑰匙 那開啟就好 那這時候呢,他就說啊,你已經匯入了一個私人的鑰匙 好,那他會有一些資訊,那是不是你的 好,那就說yes,是我的 那他就會把他匯進來 好,那匯進來之後 我們就發現這裡就多了一把鑰匙,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一把我們自己私人的鑰匙 來做一些事情 這就是匯入鑰匙 謝謝 給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